这个车带有人脸识别技术 这也太高级了吧 这现在房车内卷这么厉害吗 这人脸识别打开就能进去 但是你也没打开啊 我这还没设置呢 这款车型呢 就是来自于上西大通原厂的生活家V100的房车 那么它是在原来V90的基础上呢 进行了一些升级啊 我刚才体验了一下 它简直是科技感满满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脸的这个部分呢 它整个啊 换装了这种呢 八方前脸而看起来更大 更加的搭气了 然后上方这里呢 还有麦克萨斯的标识 旁边这里呢 还配有LED的自动感应大灯 这个车呢 依然还带有这个限高预警的装置啊 可以保证一个安全性 那么这款车呢 依然啊 是采用的这个后双胎后轮驱动的形式 整个车辆长度呢 是5米99 宽度呢 是2米42 高度呢 是3米081 是依然可以上到蓝牌 C本就能驾驶了 那么呢 整个车辆啊 外侧啊 都带有呢 360的全景安防系统啊 除此以外呢 还配有啊 这个哨兵系统 哨兵系统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来看上方这个摄像头 它其实呢 就是在驻车以后啊 然后如果有人呢 在你车辆周围呢 窥探 可以呢 随时拍照 然后上传到你自己的手机 随时呢 保证车辆的这个安全性 那么上方这个位置呢 就是啊 电动的遮阳棚 那这么智能的车呢 肯定是使用电动遮阳棚了 那么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就不用说了啊 一会输入我的脸 就可以自动开门了 旁边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外置翻板啊 可以存放一些物品 那后方这里呢 是一个贯通式的储物舱 可以呢 放置一些啊 行李 不过这个开口较小啊 特别大的行李 可能就装不进去了 这款车呢 是后拓展的车型啊 打开后拓展舱以后呢 内部的床铺尺寸啊 非常的大 车尾站里呢 总共有三个摄像头啊 分别呢 是这个安防的全景影像 还有哨兵的摄像头 以及呢 我们这个倒车影像 同时呢 还带有倒车雷达 以保证呢 我们这么大尺寸的车辆啊 形式中的一个安全性 这款车辆呢 还配备新能源接口 这样的话呢 我们呀 给车辆内部供电 就更加方便了 这款车辆内部呢 采用的是48伏的电流系统 这个V100的驾驶内部啊 它更加有这种小轿车的感觉了啊 也是科技感满满的 而且呢 它前方这里啊 很明显的 有一个这个悬浮式的中控屏啊 还有蜘蛛制连 互联网的系统 可以呢 实现一些的随时的互动 那么呢 这款车啊 它在动力系统方面呢 采用的啊 是2.0T的采用发动机 匹配呢 6AT的自动挡变速箱 最大功率呢 110千把 最大扭矩呢 是375牛米 还带有啊 这个多功能方向盘 而且呢 采用的啊 都是无钥进入啊 一键启动等等功能 并且它配备了这个电子手刹啊 放大了车辆的这个左侧的位置 那上方这里呢 还搭配有啊 这个流媒体的行车记录一样 也是可以呢 保证我们行驶中的一个安全性的 底盘方面呢 还带有ACC全速 自适应巡航控制 ICC超级巡航 LDW车道偏离预警 以及呢 胎压监测啊 疲劳预警等等功能 疲劳预警呢 也是新车型上的一大亮点啊 它呢 是可以啊 实时监视这个驾驶员的 如果你在车里打哈气的话呢 它就要对你实时警告了 让你停车休息 现在呢 我就进入了生活区内部了啊 它整体感觉呢 和我们这个 驾驶室呢 座椅啊 和这个生活区座椅啊 整体都是相搭配来的啊 采用这种呢 灰色系的这种装饰 看起来呢 也是比较居家生活的 那上方这个位置呢 和这个上级大通原厂的车型一致啊 采用了这种啊 电视放置在外面的这个设计 那它是一个22寸的网络电视 而且还是这个小米的电视 那么呢通过旁边的爬梯啊 我们呢就直接呢 可以啊 上到床铺上方了 它的尺寸呢 是2米15乘1米3 我觉得睡两个人啊 也没有问题 而且还非常通透啊 上方呢 配有啊 这种大的天窗 以及两侧的外推窗 那么呢 这款车呀 它总共呢 合载6个人啊 那后方这里呢 都是选择的 这个乘用车的座椅 哦 这个是非常舒适啊 这个头部这里包裹的也很好 倒向的两个座椅 其实是可以旋转的啊 这样的话呢 就很好地解决了 做倒向座椅会晕车的问题 这样的话 四个人都是做的 这个正向的座椅了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中间这里呢 还配备有这个升降桌 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啊 来决定它这个升降桌的情况 而且呢 这里的翻折板啊 因为是为了便于呢 座椅旋转过来 它这个呢 是可以给它收起来的 哎 这儿的话就减少了一块 是不是 我们看啊 旁边这个地方就厉害了啊 这个是上级大通原厂 自主研发的一个 智能控制系统 它呢 是可以通过对话 来控制车辆内部的一些呢 电机设施的 比如说呢 它可以啊 控制车辆内部的 这个电动窗帘 说到电动窗帘 是不是又厉害了 它这个窗户 居然采用的是电动的窗帘啊 它直接可以语间控制 或者说呢 直接按旁边的按键啊 也可以控制这个电动窗帘 按一下就可以电动升起了 那如果不想让它升起呢 我们再把它 哎 停止 然后再让它降下来 就可以了 中间呢 这个显示屏啊 除了可以呢 电动控制车内的一些电器以外呢 还可以啊 听歌 看电影 等等这些 就比较平常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事 它可以呢 搜索啊 附近的美食 啊 附近的酒店 然后附近的营地等等啊 有这些搜索功能 也很全面了 这我们旅途中啊 就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那么它的幻想方式呢 是你好小麦 我在 它叫小麦 厨房区域呢 配备的呢 是一个这个洗手盆啊 另外一侧呢 电磁炉 那下方呢 是储物空间 微波炉 以及呢 一台啊 迷你洗衣机 洗衣机的控制开关呢 位于这个位置啊 非常的清晰 现在房车都流行这个嘛 一进门有鞋柜 哎 可以直接换鞋 通过这个位置 这一侧还配有啊 这种视面啊 这是不是车内更有档次看起来 而且呢 还能挂置衣物在这个上方 上方这里呢 还搭配有啊 MAX的这个进口的换气扇啊 可以实现我们这个惠客区的通风 哎 那么除此之外呢 车辆内部啊 它整个的这个储物空间也很大 你看这个储物柜 是不是非常的大 然后在我们这个惠客区上方啊 也都有这个储物柜的配备 后方这里呢 配备有啊 48V的直流变频空调 以保证车辆内部的温度 下方呢 是配有啊 两个85升的冰箱 可以呢 实现冷藏和冷冻 自我调节就可以了 睡床的尺寸呢 是一米四五成两米二啊 也是完全可以啊 睡两个人的 而且拓枕舱的外控制开关呢 就位于啊 车尾床上方的这个地方 还配有呢 很多这个电源的输出口 可以随时为身上的电器产品充电 这里呢 我觉得啊 睡个好觉应该没有问题了 卫生间内部的空间啊 就相对小了一些了 而且头部的空间呢 那我现在穿上鞋 大概有一米七八左右 基本上就正好了 所以超过一米八的人呢 肯定会顶头 带有啊 独立的淋浴喷头 然后下方呢 也是配备啊 这种可以旋转的合适马桶 除此之外呢 内部的这个镜面啊 其实隐藏呢 是这个储物的地方啊 而且呢 还隐藏了一个呢 洗手台盆 也在这个镜面里面 那这款车呢 在电路系统方面呢 搭配有啊 48V的智能双发电机 整车呢 带有啊 48V 150A 电瓶 相当于呢 车辆内部啊 总共有7.2度电 同时呢 还配有啊 3000瓦逆边气供使用 那水流系统呢 还带有啊 155升的清水箱 和85升的灰水箱啊 那么车辆内部的整体啊 真的就是非常的智能化 科技感满满 特别是这种啊 人脸识别技术啊 哨兵防卫啊 以及呢疲劳驾驶 还有中间这个小麦啊 都是这个车的一大亮点 它售价呢 是58.98万元啊 那么呢 搭配这么豪华的配置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好了 欢迎您在评论区 与我们互动留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